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單奇聞 有一位連登網友 日前發文 在6月24日 下午的時候 在荃灣一間拉麵店吃東西 遇到幾個 相信他們是同事關係的男人 一起吃午餐 其中有一個男人 穿著日本的 波衣 並且多次大聲談論到 他叫雞的心得 而言談間 亦提及到他的外父 近日過身的情況 劉主 就說 看不過眼對方 聲量那麼大 騷擾到其他食客 而且叫雞還叫得那麼張揚 所以 決定替天行道 就把這個男人的特點 和他言論入面 透露的背景列出 發文就希望對方的老婆 可以看到知道真相 並且叫嫂子見智驗身 這名連登網民 以你老公為雞蟲為提 發文 說在6月24日下午 在荃灣吃拉麵 有一位男食客 一路吃飯 一路大談叫雞心得 很多食客都聽得很清楚 這件事 他就說這個男人 講叫雞經歷的男人 當時穿著日本的波衫 藍色日本波衫 欣賞ENDO球員名 並且帶著兩部電話 和一個同樣有叫雞習慣的同事 坐在店鋪近洗手間的位置 還聽到那個同事 是新入職的 從他們聊天的過程 劉主就知道對方已經有子女了 而且老婆的老公 不是老婆的老公 是老婆的老公 是老婆的老爸 就是外父 剛剛過了生 早前舉行喪禮 他就說外父過了生 老婆傷心了幾天 不過他外父都病了一段時間 走得都還算安場 劉主直言就說 從來沒有遇過有人叫雞 還大聲分享 甚至乎 坐後面那台 都聽得很清楚 你私底下說就算 這麼大聲 被這麼多人聽到 就說坐在附近的人 都聽到音音嘴笑 所以就希望 將這個男人的特點列出來 希望阿嫂就是見智厭身 鐵文當然引來網民吃花生 就說要助攻 幫忙揭開真相 但也有網民質疑 會不會這個Po 是整股朋友 屌你這篇文章 寫出來 我一開始猜到 是不是玩夠自己的Fan 真是有人這麼不怕尷尬? 在餐廳大大聲做賽後檢討 如果是真的話 這傢伙也忽然嚴重 他對叫雞的熱情太厲害了 在那個潛意識裡面 是超級到要在餐廳 和大家的食客 分享他叫雞的那份喜悅 不是為了賺錢 騙人說什麼分享喜悅 他這些是真心分享的 不過餐廳這個地方 似乎就不太適合了 未必個個有興趣聽你說的叫雞心得 說真的 如果真的有心要分享的話 其實我是建議你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可能搞一個Podcast 專門分享一下叫雞的心得 賽後報告等等 雖然現在Youtube已經有人在做 我偶爾也會去聽一下 那個節目叫做市中敢死隊 也是講叫雞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 即是講鹹濕野的那位市主 講叫雞的那位市主 可以研究一下 那到時你開了Channel 我都會是訂閱你的應該 因為不叫都可以聽一下開心一下 是不是這樣說 到時你又可以分享喜悅 又有廣告錢收 多麼開心啊 那現在講開這些 其實我認識不少人都喜歡叫雞 我有個兄弟叫雞叫雞 到分都來雞埋真是不雞得了 那一出糧 第一件事 不是交卡數 不是還錢給人 不是給家用 不是第一件事 衝去這個觀塘的樂窗樓 叫雞精神一下 他老母 真是抵他老婆和他離婚 這個混蛋 還有呢 之前有個舊同學 鬆不了 那樣子 廿頭的時候 我想應該二十歲 廿一歲左右 去日本玩 去旅行 去叫雞 去到日本 叫了一個日本妹 很久興奮 周圍講 講到呢 我跟他已經很久沒有聯絡 不太熟 我都知道 那隔了幾年 這條鱗 終於追到女兒了 叫有個女朋友 雖然呢 她的女兒有點肥 但是呢 你要我說的話 勉強都可以說是 eatable 誰知道有一天 她的女兒不知怎樣 知道了我這個同學幾年前 即是未認識這條女兒的時候 曾經去日本玩的時候 是叫雞這件事 不知誰那麼不熟悉呢 說完這些事情 給別人的女兒聽 這些事情過了去就算了 又未認識這條女兒 為何要踢人家駭呢 為何要踢爆人家呢 這個女兒呢 即是我朋友的這條女兒 側問我這個同學 就說 屌你老母 你是不是去叫雞啊 這樣 問她 在日本去叫雞 說誰是誰跟我說的 這樣 那我的同學呢 她是按鈕鈕鈕啦 竟然說 哎呀其實呢 我是有上到去的 但是呢 我們是沒有搏東西的 我們只是打飛機而已 這樣 真是傻乞來的 我跟她說的 我說你蛇咬都不認啦 我說你跟朋友吹水吹虛一下就算了 你說沒有的 其實沒有人上去的 不過去到日本那樣 那些人問我有沒有叫雞 我就隨便說有 作一下一些按鈕故事 說去到樓下那間店 那裡想著上去的 那些風俗店 想著去叫雞的了 誰知道 自己突然間 搖底腳軟 是因為未試過 說一下這些廢話 說在樓下搖底 所以沒有上去 說一下這些 你說那個男人竟然認了 最後呢 因為這件事被女兒飛了 那女兒說我接受不到 自己男朋友曾經叫過雞 其實我又不明白 屌你老母 都還沒有跟你一起 那時候 還沒有認識你 還沒有生氣 不過其實我只有借意 我都不明白有什麼接受不到 屌你老母 臭屁說真的 那些雞 都不知道有多乾淨 我告訴大家 你出去玩 那些老泥妹 喝醉酒 或吸醉原毒 屌你老母 不用大套可以中出 你不知道有什麼病 又有什麼3P 4P 5P 不能大套 那些老泥妹 我講的 我那些濫膠 那些雞 起碼每個照片都要大套 雖然人數有些多 但起碼要大套 定期會去驗身 屌你了 我沒有叫雞 當然是乾淨過吃老泥妹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 不過有時候心理關口的事 就是過不了 過不了 分手都好的 那條女兒 我都覺得一般 雖然勉強叫做 Eatable 但我都覺得 我這個朋友 他值得找到更好的 但我都覺得 他是經一事長一致 以後再有人問他 有沒有叫雞 老泥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人家一問你 又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知道 你說什麼 叫什麼雞 從來都不叫雞 老泥都這樣回答 那條女兒問你 哪有理由說 什麼上去打個飛機 老泥都不認 如果不是斷正 如果不是你女兒 開門進來 見到你吵雞 都不要認 是不是這樣說 還要是未認識 女兒之前發生的事 我都不知道她認什麼 老泥 那講開叫雞 都勾起我好多的回憶 那今集 講到這裡 那麽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